行經濟時間 來看到美股被斜洗之後 今天台股也綠油油 今天的盤勢交給舒翰 好 確實 結果網友就說 8月份是玩水的季節 所以跳水一下了 我們來看到今天重挫千點 那麼台股今天是收在了 21638點 那今天台股其實開盤 就大跌超過600點的一個狀況 包括電子五格 另外金融股也全部都是重挫的 現在再度面臨的是利空的測試底部 那我們看到日股跟南韓的股市 也都是重挫的一個表現 尤其日股的部分 還搭上了他們的鷹派言論 所以真的是一個跌跌不修的狀況 來到史上第二大的一個跌點 而今天台積電的部分 也是走跌的 走跌了57元 那最後收在了903元的一個價位 現在900的關卡卡不卡得住 現在大家都還在看了 而接下來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外資的一個動向 尤其是空單的部分 已經創下了史上第二高 所以很多人會說 現在好像有點看不太懂 看不太懂沒關係 不過這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大家值得來關注 那再來看到的是 美股的部分持續的在做一個修正 那又加上的是這個 英特爾的部分 財報第二季真的很慘 財報財測都不好看 那我們看到 營收利潤都沒有達標 那現在年減更達到了10.9% 所以他們宣布了幾個政策 第一是他們要裁員 而裁員人數一口氣 是來到大約是他們15% 所以是17500名員工 而且再來就是 第四季的時候要停發股力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當然會重挫股價 最後是暴跌了20% 而且現在看到 2025緊縮營運開支 所以大減資本支出 超過百億美元 那這一波上衝下襲 會到什麼時候 我相信投資人心裡 可能都要有一把尺 要抓穩囉 確實這雲霄飛車 大家要抓穩抓牢 不過政府卻是 大賺了2400多億 這怎麼做到的 好確實當然也是受惠於整個大盤 在上半年表現非常的亮眼 總之壞消息很多 好消息還是要報給大家 來知道一下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政府的投資收益表現如何 截至6月底 其實三大的政府退休基金 包括了勞動基金 國民年金跟退付基金的部分 6月單月的進帳 來到了2483億 那我們也看到一個 逃退的基金運用規模 新制的話來到了4兆3744億 就制來到1兆520億 平均分紅新制來到4.2萬 那我們看到就制的話 收益數是來到1300億 現在三大基金上半年的收益 當然是剛剛提到 受惠於大盤表現相當的良好 所以我們看到 已經是大於去年全年的一個收益了 那接著來看到國際市場 當然會持續影響台股的一個脈動 所以我們看到台股 現在真的面臨是上衝下襲的一個狀況 昨天也跟大家講了 現在股市有多上衝下襲 代表投資人心裡到底有多慌張 所以我們來看到 是不是有活水可以來 勞動基金運用局就表示 他們證實29號已經撥款120億了 給委外代操投薪業者來進場 希望可以佈局台股 這是能不能為台股注入活水呢 值得來關注一下 那我們也看到勞動基金的部分 來到了1245億 退付基金190億 合計1435億 可以隨時刺激而動 好 看得出來政府要互盤了 不過我們的車市 據說車商也是信心滿滿嗎 是不是 確實是如此 也是一個好消息要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傳統銷售旺季七月份 所以整體的買氣其實相當的強勁 我們也看到主要車廠都持續來擴大他們的促銷力道 所以七月領牌數年增幅來到7.8% 已經是近三年半的單月性高了 而且我們也看到累計來到了27.8萬輛 這創下2005年以來的一個新的紀錄 給大家了解一下 再來我們也看到指標車廠7月的掛牌數量 Toyota還是穩坐第一的 第二名的話是Lexus的部分 再來是Vans的部分 跟Honda還有BMW的一個部分 展望8月大家會認為說 因為前面7月是一個傳統的旺季 8月的話會不會只有淡下來 因為畢竟是一個民俗月 不過現在看淡卻不淡 因為預測應該還是會有亮眼成績 主要因為國人現在對於買車交車的心態 就要避開民俗月 這樣的一個心態觀念已經慢慢轉變了 再來就是8月份依舊還是一個 暑假出遊的一個季節 所以用車的需求還是有的 因此現在車廠也看準這樣一個觀念轉變 推出很多很多比較好的一個優惠 希望可以來刺激買氣 所以現在其實車廠對於8月份的到來 還是給予非常正向的一個預估 認為應該可以達到29000輛的一個掛牌數 也提供給大家了 除了以上的重點 歡迎掃描的是旁邊QR Code 下載我們的APP掌握資訊 以上今天新景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